十四题 它说有关于实验器材或实验药品的注意事项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第一个 我们直接用酒精灯加热烧杯使得实验加快并节省时间 我们的烧杯加热通常会放在三脚架上隔着石棉心网来加热 以使它能够加热均匀 所以A的选项直接加热是错的 B选项 两桶除了才测量体积之外 也可以来配置容易跟进行反应错 我们的两桶只有一个用途 就是来测量液体的体积 我们不可以让它发生化学变化 不用它来配置所谓的药体 我们也不会把它拿来加热 所以我们的B的选项也是错的 搅拌液体的时候用温度计搅拌 测量以便机温度错 我们的搅拌是要用波磅搅拌 温度计是不可以拿来搅拌的 不然因为搅拌碰撞会容易使它损坏 所以我们答案只有猪的选项是对的 就是我们请到议题的时候 要让它药品沿着波磅流入容器 也要避免它到处乱撒乱见 所以我们第14题的答案应该选择是猪 请到议题药品时应将药品沿着波磅流入容器中 这就是我们第14题的答案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